捐紧奈心说明违规开单原因 被开罚单的老妇人突然情绪失控 一巴掌打了过来 这起掌果圆警事件发生在台北市南港旧庄街 移除超商前 年近八旬的周姓富人开车外出 将车辆违停在行人穿越道影响通行 遭到路人检举 南港分局旧庄派出所远景货报后 到场依法开单告发 不料周姓富人情绪失控 大骂远景更朝远景护巴掌 造成远景脸部红肿 夸张的行径当场被远景压制逮捕 事前货报 辖内旧庄街有车辆违规停车 警方到场后发现一部轿车违停在超商前 远景先告知周姓女驾驶违规事由 依规定自单举发时 周女突然裹掌远景出气 远景召席后立即呼叫支援警力抵达 并将周女依妨碍公务现行犯予以逮捕送办 经调查该处超商前不但划设红线 且违规车辆当时已占用行人穿越道 除影响行人通行外 也阻碍到转弯车辆之视线视角 恐造成危险 远景与举发过程中已清楚说明 为妇人仍应一时情绪失控而失报 造成远景脸部红肿挫伤 事后这名妇人声称是一时情绪失控才会动手 也感到相当后悔 不过远景不甘受辱 坚持提出伤害告诉 警方在征讯后也依妨碍公务 伤害罪嫌将这名妇人移送法办 记者张继疼台北报道